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旅们的向往之地 然而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宫殿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 据说在这座城中隐藏着一种价值连城的绿色石头 拥有它就能抵御毒蛇猛兽的侵袭 这天阿姆多在地里挖掘石块 准备用来修建自家的围墙 随着土层不断地被刨开 埋于泥土中的一块绿色石头吸引了阿姆多的注意 这块绿色的石头和周围的石头有着很大的差别 于是阿姆多带着这块石头前往当地的一家玉石店 可通过鉴定 店主认为这块石头不是什么稀有的玉石并不值钱 但让这个店主和阿姆多没想到的是 这种在当时看似普通并不起眼的石头 其实却是价值连城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当地人称塔县 据乌鲁木齐市约1765天米 地处帕米尔高原东南部 早在一千多年前 塔什库尔干就是著名的古斯州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中国与西亚以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贸易中转站 无论是商旅还是船道者到达这里 都会被坐落在塔什库尔干河谷中宏伟的石头城所震撼 在气候多变环境恶劣的帕米尔高原 对于艰难跋涉的商旅们而言 这座宏伟的石头城就如同远航大洋中的水手 见到了陆地般亲切 作为中国西北部的边陲小县 塔县因一座神秘的巨石宫殿而引起世人的关注 但塔县的魅力还不仅仅如此 塔更为吸引人们的是 传说中藏于这座神秘古城中的一种绿色石头 据说这种绿色的石头被人们视为珍宝 价值连城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石头呢 它又究竟有着何种与众不同之处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将在著名的石头城塔什库干考察 去寻找那种传说中的神秘绿石头 通过考察我们得知 塔县不仅石头多 更盛产各种宝玉石 是个名不其实的宝石之城 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和神秘的一段 据记载 波斯商人曾将葱岭的一种绿色宝石带到了长安 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相传这种宝石质地晶莹通透 颜色艳丽 因此被称为葱岭玉 但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中断 这种传说中的葱岭玉 也就突然从人们的眼中消失了 那么这种消失已久的葱岭玉 会不会就是传说中价值连城的绿色石头 葱岭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玉石呢 于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科考队决定前往塔县周围的几个玉矿 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和葱岭玉相关的线索 玉矿多藏于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 几乎无路可行 我们的车队只能以很慢的速度颠簸着前行 宝玉石这种美丽的装饰物 对人们有着绝对的诱惑 大家都怀着忐忑的心情 希望尽快一睹那种神秘玉石的生长环境 可突然 在车队的前方 一群动物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再往近了一看 原来是一群数量不小的野生盘羊 盘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喜欢在高山裸岩带及起伏的山间秋林生活 分布在海拔3500米至5500米的高寒草原上 夏季常活动于雪线下缘 冬季随着栖息环境积雪深厚 他们就从高处迁至低山谷地生活 有季节性的垂直迁徙习性 近年来 由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盘羊的身影很难逆得 可科考队却一下子看见了这么多 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 为了不惊扰他们 科考队观察了一会儿后 就赶紧远远地绕开 继续前往浴框 车辆行驶到山脚下 就无法继续前行 接下来的路就要靠大家步行前往 而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位置爬山 氧气含量低 非常消耗体力 所以科考队只能晚步前行 就在科考队行进的过程中 专家突然在河边的一块石头前 停了下来 好沿海 新疆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多年从事新疆地区地质矿产方面的研究 这就是一块氢域 你看这块氢域的质量比较差 于是你看它这个裂本比较多 大家从这边看的话 远处看的话 它这个就是这个 圆融性啊 高面就是包括里面杂质比较多一些 但颜色是青 这是一种青色嘛 这是一块氢域 但是这块氢域发现 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上面去 在家就是说离矿带也不是太远了 我们可以上面尤其有更好的云 科考队在河边发现了一些品质较差的玉石原矿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随着河流被冲刷下来的 因此在上游应该存有一处玉石矿麦 又经过了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科考队终于到达了这处玉石矿麦 这就是一条轻域矿麦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 它这个轻域矿麦就是成这个麦状产出 而这个玉呢你看这是 这是一条玉的矿麦 这是轻域一条矿麦 它整个这个含那个含矿的这套东西啊 它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 就是那个啥 一套那个啥含头盔石 然后中间的话你看 这就是含头盛石阳启石一条麦 然后把那麦做的话你可以看到 那麦就成片里 就是片岩这个比较的啥 发育一点 就是那个啥成一套那个片岩这个东西了 主要就是在那个啥 远古代那个时候 片岩里边产出的这个矿 科考队虽然找到了矿麦 可是专家却告诉我们 这里是一处金玉矿麦 属于昆仑玉的范畴 而昆仑玉在历史上早有名气 所以昆仑玉并不是聪领玉 整个塔线它属于相当于昆仑玉 但是就相当于在中国比较多的一些软玉 玉它比较多的是这么个概念 就是在中国一般的话 就把这个玉就当成一个美好美丽而无瑕的石头嘛 实际上就是你只要是说 达到这种标准的 就都可以当成玉 你看我们在塔石河原地区 我们做这个玉啊 就是有那个啥 金玉 青白 青花 以及那个少量的冬领玉啊 包括那个少量的那个黑青 黑青当然是我们的塔线最好的一条玉啊 既然塔线境内的玉石都以昆仑玉为主 那么那种传说中宏极一石的冲领玉又是何物 它是否就是那种传说中价值连城的绿色石头呢 科考队决定 先去当地的宝玉石市场寻找 看看能否找到线索 通过走访 一种叫冰萃的东西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 并且商家还告诉我们 这种冰萃其实就是传说中所提到的聪领玉 冰萃由于其色绿静透 故称为冰萃 这种绿色石头色泽艳丽 精明剔透 有玻璃般的光泽 关于冰萃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认为它是玉 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老坑翡翠 甚至还有人认为它是祖母绿 可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绿色的冰萃并不属于玉石的范畴 但它的成因却和火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塔县属于高寒山区 可在当地有口温度高达80摄氏度的温泉 并且日流量200吨左右 那么在这里的地下 是否存有一个巨大的火山 科考队又能否找到关于冰萃成因的线索呢 我们在当地人那里得知 在这儿有一口温泉 它温度是非常高的 可以明显看出 现在人们已经买它河里利用起来 把水引到了山下 从这个地表温度 包括那个器械 我们应该手试一下 它的温度应该在70度到80度之间 这么高 然后 你可以试一下 等会儿我把那个鸡蛋放进去 如果有个生鸡蛋放进去的话 我预计的可能在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把它直接煮出来 我们知道在高原 通常由于海拔高 水的沸点比较低 因此煮东西很难煮熟 那么这个温泉的温度 真能达到煮熟鸡蛋的温度吗 抱着好奇的心底 我们打算尝试一下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后 我们将温泉里的鸡蛋捞了出来 有一个已经裂开了 特别烫 现在都熟了 不过它这个煮的 跟咱们那个水 还是有点不一样 挺弄的看着 已经是这种比较固态状态了 再煮上一会就好了 高原肺点这么低的话 像咱们那个其他的东西 都很难煮熟 为什么这个鸡蛋这么容易熟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高海拔地区气压比较小 所以它费点比较相对来说 就那个平原地区低一点 但是这个温泉里边 它就含有大量的盐缝 它就是使得又是那个费点 相对来说就是高了一些 既然有温泉 这里应该存有火山遗迹 那么专家说过 那种神秘的冰碎 就和火山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 科考队又将发现怎样的秘密呢 可专家却告诉我们 这个温泉的行程和火山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在这周围并不存在火山 这个说法却让大家一头雾水 提到温泉啊 人们通常会将它与火山地热联系起来 由于一些火山活动过的地区 这个地下常常存在有未冷却的岩浆 这些岩浆会不断的释放能量 加热岩层当中的含水层 一旦岩层出现裂系 这些热水就会涌出地表形成温泉 可专家却告诉我们 这个温度高达80多摄氏度的温泉和火山 并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在它的周围呢 也没有任何火山遗迹 这就奇怪了 既然没有火山 那这里的温泉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温度呢 在这里的地表之下 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秘密呢 你看我们一般化的火山形成的温泉 它最起码来说周边 它要不就是有那个火山机构 就通道向这些东西 火山那些东西 要不有火山岩 我们走过来的话可以看到 那两个它除了是一套 古原古节的一套片岩 而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那个啥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滑岗岩体 这个滑岗岩体还是起码岩 这就是那个谁 它是库尔干达 打断链的一个通过的部位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岩体 岩体有个大量的阶系 裂系 大家都知道 新生态岩体里边那个谁 那个方式性元素比较高 它就是方式性元素 它就衰变 衰变的话就释放出大量的质量 就是对这个地表水 这个就是潜水啊 进行加热 专家告诉我们 通常温泉的形成 其实是有两种成因 一种是火山温泉 另外一种就是元素衰变 形成的温泉 而至于那种神秘的冰萃 其实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熔岩 在迅速冷却 来不及结晶的情况下 而形成了一种玻璃质结构岩石 也叫火山玻璃 由于火山玻璃颜色艳丽 连城的神秘绿石头 就在考察再度陷入僵局的时候 当地的牧民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科考队在对当地的玻璃质进行考察之后发现 塔县境内的玉石以昆仑玉为主 昆仑玉我们都知道 2008奥运会的奖牌就是用到了昆仑玉 可是当地人口中所说的珍贵石头 并非昆仑玉 就在考察看似遇到瓶颈的时候 这个当地人却告诉我们 那个传说中价值连城的石头 其实就是祖母绿 我们都知道这祖母绿主要产于美洲的哥伦比亚 莫非在我国的新疆 也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祖母绿矿脉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科考队从当地人那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塔县境内 其实存有着储量丰富的祖母绿矿脉 祖母绿其实就是绿宝石 但由于其颜色美丽 有绿宝石之王的美誉 是国际珠宝界公认的名贵宝石之一 最著名的祖母绿产地 为南北洲的哥伦比亚 几个世纪以来 这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祖母绿供应地 其次在南非 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国也有少量的出产 那么在我国这个西北边陲 果真存有一个神秘的祖母绿矿脉吗 于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科考队踏上了寻找祖母绿矿脉的旅程 随着考察的进行 大家惊讶地发现 塔石固尔干不单单是石头城 更是一座宝石城 这里除了出产玉石外 还出产红蓝宝石 并且专家告诉我们 通常蓝宝石 红宝石等 都和绿宝石属于半生矿 红蓝宝石的出现 就证明了这个地方 可能会存有绿宝石矿脉 可绿宝石矿脉本身并不稀奇 在我国的云南等地 也都有出产 只有少量品质极高的绿宝石 才能称为祖母绿 那么在这里藏匿的矿脉 会是那种稀有的祖母绿矿吗 这个发黄叫寒矿脉 寒矿脉的话 你看我们找的一个矿所 一般有一个 算是个经验吧 一般就是说 矿脉膨胀部位 突然变大部位 或者是你看那边 上海有点褶皱 转着部位 它往往就可以 形成一些祖母绿矿 一到矿脉 专家立刻给予了肯定 从周围的地质环境来看 这里应该符合 祖母绿的成矿条件 那么接下来 我们能一睹 祖母绿原矿的真容吗 你看这地方 这地方就可以看清楚 这地方 然后可以把水倒一下 倒一下水化 来我给倒一下水 倒一下水化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绿色的吗 对对对 这是生链嘛 相对来说 就是说 它的金型不太好嘛 你看这地方 就是看得非常绿嘛 就是这个很绿 对啊 这个地方就是地表 这是个麦嘛 它地表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看的话 可能是金型不太好 但是可能切开的话 里面就有好的 金型比较好的一些 那个啥 专家解释说 我们发现的这块 是还未结晶 不属于宝石的生料 而在这个矿区内 肯定还存有 品质更好的 祖母绿原料 于是 在专家的带领下 我们在矿区 展开了搜寻 你看我们来 这个地方看看吧 这个大的有可能 你看这块 这个麦也比较好 你看这块 这块这么多呢 这块就就是那个啥 成长比较好了 这个绿色 你看 咱们刚才看 这个有点小结晶 对 你看金型 它已经最起码 你看这个地方 柱子已经有了 它虽然比较小 它就是原始一个小金洞 有的地方 柱形就非常完整了 颜色也非常漂亮 你看叶子 是这个是吗 对对对 你看 这个也不错 对 然后你看后期 紧接着 神经的结晶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你看 这是还帮你 谁的东西 它也结晶出来了 经过几天的考察 科考队终于找到了 当地人口中 价值连城的绿色石头 这其实就是珍贵的祖母绿 那么 为什么在我国西北部的 塔什库尔干 竟然也会存有 这稀有的祖母绿矿脉呢 它这个矿物质来源 包括一些形成环境 它说来源是基本上一致的 都是在板块碰撞部位 这是一致的 但是它形成部位 就是后期形成矿的部位 它是不一致的 你看哥伦比亚 它主要是拆在碳酸烟里边 我们里边就拆在滞留系 黑色盐系里边 当时就是从那个寒光物质来的话 在这套黑色盐系里边 它就是封布到这里面去了 但是后期 因为这个岩浆人也在 后期岩浆在青路的时候 它出去了那个地层里边 和棕林成风有关的 然后在这套麦里边 充填 是这样的 人家也将那个维建型的 人家是相当于一次成框 我们就相当于二次成框了 塔什库尔干在区域构造上 位于西昆仑 帕拉昆仑和帕米尔三大构造单元的 结合处 区域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岩浆活动活跃 横跨三个岩浆带 这时一些可融矿物的结晶 就沿着围岩的裂缝和断层 形成岩脉 岩浆侵入体中的某些成分 与围岩发生了化学反应 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宝石矿脉 独特的地理条件 让岩性丰富的地层 在这里交织碰撞 为各种宝石的形成 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地质条件 也正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塔什固尔干这个著名的石头城 成为了名不其实的宝石之城 亿万年的时间里 在这片大地上 可谓是凝聚了大自然的天地之灵气 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 最终创造出了这些色彩缤纷的美丽石头 而经过切割雕筑 人们更是将这些石头的美丽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石头不仅记载了地质环境的变迁 在被人们加工成为宝石之后 也同样记载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 因此从某种程度来看 人们对这种美丽宝石的痴迷 其实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憧憬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